歡迎收看小老婆信息車資訊網 我是大忙Singer 這次的閩南車展我想要順便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到底義大利閩南的交通跟台灣哪些地方不一樣呢 話不多說我們就來看看哪些地方是特別有趣的吧 要比街道小要比道路狀況複雜台灣還差的遠了 有路邊電車有汽車有腳踏車有行人有機車還有機車停等 其實我覺得道路小不小密度高不高有沒有很複雜都不是重點 是有沒有好好的規劃整個交通 整個道路 以及以融為本的交通規劃 因為交通的關係他們比較擁擠 所以他們就很流行這種單人載具 這是兩個人的四個輪子的超級無敵小汽車 那這個呢在台灣應該是可以上高速公路的吧 因為它有方向盤 而且四個輪子 應該沒有問題 那等一下還有更小更細的一個人的這種汽車 擋風遮雨的我們繼續帶大家來看 這種所謂單人載具就是只能坐一個人 然後有方向盤 有四個輪子 可以遮風避雨的這種車款呢 在義大利也相當流行 因為他們的城區其實不大 所以一樣有遇到交通阻礙的問題 可是他們選擇的方式呢 是盡量讓大家用這種小的單人載具 去省都市的空間 像這個呢他們不會壓述你說這是機車還是汽車 比如說汽車一定要怎麼樣停或怎麼樣的 只要放個進格子都OK 那我們再來看後面還有更有趣的東西 那首先我們來看他們的停車格 你看後面這邊 他們的機車是這樣子停 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非常的嚴格限制說 到底一車一格或是怎麼樣的方式 然後再往那邊看 你發現人行道上是可以停車的 OK 還有一些共享單車也會在上面 那我們再往前走這邊 他們並沒有特別規定說 我的車頭是要朝內還是朝外 基本上只要你方便就可以了 那台灣為什麼規定一定要車頭朝內 因為這樣車牌就會在後面 為了方便開單的人開單 然後就強迫所有車都一定要照著方向 我覺得其實是蠻愚蠢的一個方式 因為有時候並不是這麼方便 譬如說車子不好出來 尤其是重機 如果路面稍微斜一點的時候 你一定要車頭朝內 其實是很難停的 那這邊因為有路面電車的關係 所以交通的流量是比較大的 你會發現說這裡的機車停法 跟剛剛就不一樣 它是全部直向的方式停 停的方向跟路面是平行的 那這邊有一般的這種速克達 那這個是重機 格子並沒有分摩托車 還是重機都沒有分 基本上有分的 只有台灣這種奇怪的地方 甚至連剛剛我們說的小型載具 你看這裡 一樣前面這個小型載具 一樣停在這種格子裡 沒有分這麼多好嗎 那這邊其實看到很多種 各種不同的車款 在義大利非常流行 這種三輪的車款 因為你們仔細看它們路 都是石板路居多 所以在下雨天是非常滑的 所以它們對於前輪抓地力來說 是非常的要求 除了剛剛我們講的三輪之外 它們的車也比較習慣那種 大輪子 16吋以上的車款 所以相對來說 10吋的車就沒有那麼多 因為它們路真的是比較不平 需要這種大輪子來克服這種石板路面 我們再往下看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牌子 看起來我覺得字面上的意思 應該是說 0點到24點的時候 汽車停車會被拖走 可是可以停腳踏車跟摩托車 應該是這個意思 那如果我有講錯的話 請在下面更正我 那我猜應該是這個意思 所以發現這邊非常多的摩托車 那這就是它們在改善 城市交通的一個方式 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那這邊是它們的停車區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有哪些車 這個呢 OK好 Agility 150 這個是來自於台灣的光陽 那這個是一台ATV 它也可以上路 在台灣是不行的 但是在義大利是沒有問題的 這一台呢 City Camp 這是山陽的車款 這邊是Piagio 這個是SH Honda的車 那這個是YAMAHA的XMAX 我們很熟悉的 這邊你會發現 各品牌的車款都有 而且其實它們不會限制說 到底什麼是摩托車 什麼是重機 這個東西大家其實不是那麼的 爭鋒相對 好 在米蘭大教堂的周邊呢 這邊因為是那種管事區 譬如說就像我們 台北西門町的西任徒步區一樣 那車輛呢 它一般來說是不能進去了 除非你是當地人或住這邊 那這邊有一個 這種閃燈的東西 它是伸縮的 就是說一般車輛是不能過去的 但是如果你是當地人 感應到之後它這邊就會降下去 你車就可以開進去 那我之前有看過 有些人可能是不熟這個習慣 當前面是本地人車進去的時候呢 它降下來 它慢慢升起來 後面車經過的時候呢 就被頂起來了 就卡在那邊不會動 那到底怎麼處理我也不知道 但是很多年前看過這種事情 也蠻有趣的 我們繼續往下看 我們來看看這邊路段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這邊 它在路中呢 它有畫Taxi 那有的路段呢 它會寫說 Taxi Bus跟Train 就是說 只有這種大眾運輸 比如說像計程車 像巴士 像路面電車 在尖峰時段可以走 那其他時間是不行的 那原因是呢 他們認為 私家的轎車是非常佔空間 跟浪費整個城市交通的 所以他們會限制 一般轎車的路權 來讓大眾運輸 跟個人載具 比如說像摩托車之類的通行 那待會我們看到 這種路段的時候 我們會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好 這邊有牌子 應該比較清楚 我們看到這邊有寫說 大部分車 都請靠右邊這個行駛 Asetto 就是除了 公車 電車 跟計程車之外 當然摩托車也是可以的 一般私家車是不行的 所以他們就被迫 走到旁邊這比較小的地方 應該說大致上都會遵循這個規定來行走 那這個部分呢 我想其實 之前我有提過說 在義大利這邊呢 因為他們發現 交通越來越擁擠 城市的人越來越多 他們為了解決交通問題呢 他們做了一些限制 他們限制的方法就是 限制汽車的路權 讓機車 讓公車 讓計程車這種大作運輸 盡量多用一點路 去限制私家轎車 尤其是一個人轎車的一些路權 來讓整個交通更為舒暢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也可以作為台灣的一個參考 那我想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 好好的想一想 那我想有些人會想說 這邊是不是只有右轉專用道 我們再往前看看 其實發現不是對不對 就是呢 散空間的汽車呢 路權就要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就旁邊慢慢的塞車 那對於交通有幫助的交通工具呢 就可以有比較多的路權 那這個其實對大多數人來說 才會是比較好的方式 當汽車看到行人的時候呢 他會自動停下來 這就是人本交通 所以我們的人本交通到底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自己好好想一想 逛了一圈你會發現 在一代一這個地方呢 其實路上的運據非常多樣化 除了單車 汽車 巴士 路面電車 計程車等等的 各種運據都在路上 但是你會發現很有趣 他們為了解決交通問題 他們做的事情 反而是鼓勵大家騎機車 或是用小型的那種單人載具 而限制那種一般私人用汽車的路權 來幫助交通更順暢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也可以讓我們好好的思考 到底什麼是以人文為本的交通 那什麼呢 又是對大家都比較好的方式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對米南交通的觀察 跟一些心得 那大家也可以想想看 到底怎麼樣才能夠幫助 我們台灣的交通 讓台灣的交通更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歡迎按讚分享加訂閱 也開啟小鈴鐺 我是當夢王思英格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然後米蘭的那一塊地方你看 並排停車也是蠻嚴重的嘛 大家都會過去啊 我們不是說要抓騎眼闖紅燈嗎 在意大利好像習以為常的 在意大利好像習以為常的 如果有個人的照片 如果有人會來玩的話 我們會不會再拍一次